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当今数字时代 高科技产业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高薪IT工作的梦想 然而 攻读学位是一个漫长和昂贵的过程 这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幸运的是 现在有许多不需要学位的高薪IT工作 可以让个人在不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的情况下 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 第一 软件开发商 软件开发人员创建和开发软件应用程序 即使没有学位也常常可以获得高薪 许多程序员都是自学成才的 参加过编码训练营或在线课程 有几个因素导致没有学位的人 更有可能获得软件开发人员的工作 首先 业内很多公司更看重能力和实践经验 而不是正规教育 这意味着没有学位 但具有扎实的工作或项目经验的获选人 仍然可以评估软件开发角色 此外 许多从事软件工程工作的人都是自学成才 通过在线教程 编码训练营或指导获得知识 因此 现在有一种更方便 更容易进入该领域的方式 而无需传统学位课程的时间或财务承诺 此外 对软件开发人员不断增长的需求导致了更广泛的工作机会 可以适应不同层次的教育和经验 因此 没有学位的个人更容易获得软件开发人员的工作 并在IT行业提供了一条有利可图的职业道路 第二 网络安全分析师 随着公司越来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 对网络安全专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虽然这个职位重视实践经验和资格 但没有学位的人也可以追求这条职业道路 由于强调该领域的实践经验和特定认证 网络安全分析师职位并不总是需要学位 许多组织都渴望与通过实践经验和认证计划 例如Compecuality加或认证到的黑客 C证明其知识的申请量合作 此外 由于快速的技术创新和网络安全问题的快速发展 行业专业人士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 因此 对具有最新安全趋势知识和使用安全技术和策略的 实践专业知识的个人有很高的需求 因此 那些没有学位的人现在可以通过技术培训 专业认证或先前的军事经验等多种方式进入该领域 第三 数据库管理员 数据库管理员负责监督公司数据的存储 组织和安全 他们可以通过专业认证和实践经验获得高薪 在高度专业化的数据库管理领域 公司通常更看重证书和实践经验 而不是学术教育 事实上 企业非常尊重许多行业认可的资格 此外 个人还有多种机会通过实习 学徒或初级职位获得在职培训 这使得没有学位的人也有可能进入这个利润丰厚的领域并取得成功 为该行业提供多元化的人才库 第四 网络管理员 网络管理员负责维护组织计算机网络的日常运作 鉴于他们拥有相关经验和证书 他们无需学位也能赚取高薪 许多网络管理员的职业生涯都是从初级职位开始的 然后逐步晋升 获得实践经验和行业认可的认证 此外 随着对IT专业人员和网络安全专家的需求不断增长 没有学位的人也越来越容易获得网络管理员的工作 第五 网页开发人员 网页开发人员创建和维护网页应用程序和网站 与其他IT工作一样 这项工作通常更注重实践经验和技能 而不是传统的学位教育 网页开发人员需要熟悉各种编程语言和网页开发框架 以及前端和后端开发技术 这些技能可以通过在线课程 编码训练营和实际项目获得 网页开发人员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需要创建和维护在线存在 此外 随着移动设备和移动应用程序的普及 对响应式设计和移动应用程序开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在没有学位的情况下 个人可以通过在线资源和实际项目获得实践经验 并证明自己在网页开发领域的技能 因此 对于那些想要在IT领域获得高薪工作的人来说 网页开发人员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职业道路 总结来说 高薪IT工作在当今的就业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且无需传统学位也可以进入这些职位 实践经验和专业认证在这些领域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为那些没有学位但具有强大技能组合和相关经验的个人提供了机会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教育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学术教育提供了更广泛的知识背景 可以为人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同时 具备高学历的人在职场竞争中也更具竞争力 因此 我们不能忽视学术教育的价值 通过探索在线资源 编码训练营和专业培训计划 人们可以在不投入过多时间和金钱的情况下获得技能和实践经验 但我们也要鼓励人们尽可能多地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水平 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人们在追求高薪IT工作的同时 也能不断学习并探索新的学术领域 通过这样的努力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具创造性 创新性和多元化的就业市场 并为未来的职业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